祝福吉子及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聪 神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神祢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应该如果我们在我们现在的 我们应该很开心的很快乐的 有人从十字中复活了 但是门徒们他们也不知道 那一天就是耶稣复活 其实有一些的现现 但是这个也让他们会很惊讶 也害怕 两个门徒 他们因为有这样的害怕 看到师父已经死了 他们就跑到阿玛屋 今天我们将有听到的福音里面 他们跑到阿玛屋 可以离开在耶路撒冷 有些难过的事情 可以放下心 可以宁静地过生活 不过在路上 耶稣就显现给他们 也带领他们要认识圣经 在我们这个时候 在病情的蔓延当中 可能我们也是像两位门徒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宁静的地方 可以过我们平安的生活 不过我们都一样的 充满着害怕 我们祈求耶稣基督 跟我们一起走 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思想平安 主天主天上 全能的天主 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承受你 草败你 贤养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阳 圣父之子 除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名是罪者 求你 扶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之后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父 同向圣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召集了世界各民族 同生 崇扬你的圣名 求你 使所有受洗 而重生的人 都能在内心 拥有同一的信仰 并在言行上 表现出 纯真的爱德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攻读宗图大事录 被制好的瘸子 紧跟着伯夺和若望 群众都惊奇地 跑到他们那里 就是到萨罗满廊下 伯夺看见了 就对群众说 诸位以色列人 为什么因这事 而惊奇呢 为什么注视我们 好像是我们 凭自己的能力 或虔诚 使他行走呢 亚巴郎 伊撒格和雅各的天主 我们祖先的天主 光荣了他的仆人耶稣 他就是你们所送交的 并在比拉多面前 所否认的那一位 虽然 比拉多原来决定要释放他 你们却否认了那圣 而且义的人 竟然要求把杀人犯给你们 因而杀害了生命的创造者 天主 天主却从死人中复活了他 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 因为我们信仰他的名 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个人 恢复了力量 是对耶稣的信心 使这个人当着你们众人面前 使他完全恢复了健康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 是出于无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 但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他的基督当受难的事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悔改 并回心转意吧 好消除你们的罪过 从安乐的日子 从上主那里来到 他给你们派遣了 早已预定的基督耶稣 但是他必须留在天上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天主借着 古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 梅瑟说过 上主我们的天主 要从你们的弟兄中 给你们兴起一位 像我一样的先知 你们对于他吩咐的一切事 都要听从他 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 必从民间铲除 其实 所有从萨木而起 以及以后讲话的先知 都预言了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和蒙约的子孙 那蒙约是天主 与你们的祖先所定立的 因为他曾对亚巴郎说 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 而获得祝福 天主先给你们 兴起他的仆人 派他来祝福你们 使你们美人归一 脱离邪恶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的尊药 你的尊荣在天上 张明闪耀 世人算什么 你竟对他怀念不忘 凡人算什么 你竟对他眷顾周祥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你使他烧训于天使 赐予他光荣和尊贵 使他统治你双手的化功 让万物服从他的命令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所有的羊和牛 以及田间的走兽 天空的鸟和海里的鱼 以及游行海中的水族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在普世何其美妙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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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 我们要欢欣鼓舞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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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睹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阿玛乌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 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 和在分禀时认出耶稣的经过 述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都惊慌起来 想是见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心里疑惑呢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 你们默默看 要知道 鬼是没有肉 没有骨头的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还是不敢相信 只是惊认 只是惊讶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接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凡是每次法律 因此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上主圣言 以后我们下明 大家早安 我记得我在大平林 做本堂的时候 有一天 应该是 大概是十点左右 就跑来了一个女孩子 我看他这个女孩子 应该还蛮年轻的 但是他一来 他说 神父 他说 我来找神父 我说我就是 那刚好 他说神父 我可以借你们的教堂 借用你们的教堂 也顺便借用你 我说要借用我 还有教堂要做什么 他是做广告的 他说我们很想要 做一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就说 有一个人 就在教堂 你们教堂 刚好这么漂亮 就在那边祈祷 祈祷 祈祷他求了什么 以后呢 他的祈祷就 天主就 听了他的祈祷 以后我就问 那我要祈祷 我要祈祷的意向是什么 是这样的 你的皮肤是这个样子的 你的皮肤 有一点黑的 所以你在祈祷说 天主啊 神啊 我想我的皮肤 可以白一点 以后 他们说他们会制作 那个影片 以后那从上面就下来 以后 那个他们的产品 就到我面前 就用他们的产品 用完了以后 过了大概多少时间 我的皮肤就变好了 变白了 我的祈祷是被天主听到了 他们要做这个美白的那个广告 我听了听了 这个还不错了 他说这个可以帮助你们教堂 你们教堂可以赚一点点钱 从这个广告 如果每天在播电视的时候 你们可以赚一点点 但是我看看这个 这个对不起 我就拒绝了 对不起 恐怕 人一看到了这个 每天有人就来这边祈祷 以后他们的祈祷 没有被 被天主说 做听见的时候 那怎么办 所以这里就说 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 影片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把那个前跟后 前面是怎么样的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后面会变成怎么样的 so before and after 你以前黑黑的 你做了什么事 你祈祷了 以后天主就给我 给你这个美白的产品 你用了 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以前你想要 变得很壮壮的 怎么样的 你以前是这个样子 你做了什么运动 或是你喝了什么的产品 那你就会变成这样子 before and after 在今天的读经语 跟福音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before and after before and after 但是我们要倒过来 after是在前面 before是在后面 before是在福音 after是在中途大使路 就说他们在福音里面 可以看到门徒们的紧张 门徒们的害怕 门徒们的紧张 门徒们的害怕 从昨天来看 两位门徒他们就跑到 厄马屋 那跑到厄马屋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害怕 因为他们看到师父 他们的主就被定死了 他们没有一个希望 他们本来希望到耶路撒冷 耶稣也要复兴 以色列的国家 那他们也可以当 什么一个 可以做一个大位 这个他们在路上 他们一直在讨论的 谁是最大的 但是看到耶稣死了 他们失望 就离开到厄马屋 那就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两个门徒 他们跑到厄马屋 在耶路撒冷 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的 也是很紧张 我们就知道 从那个中途大师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 他们把门户关闭 他们藏自己在屋子里面 但是事情发生后 就是耶稣显现给他们 跟他们讲解了 他是怎么样的 按照梅色古书 按照贤子们所预言的 他应验的 那他们了解了 他们看到了 他们的心 他们的生活就有改变 尤其是从 在那个中途大师路 五神节之后 生神降临 门徒们充满着生神之后 他们就走出去 本来害怕 本来害怕 生神降临 他们有力量 他们就走出去 开始勇敢的作证 我前天看到 有一篇 有一幅画 这幅画是我们弟兄 圣言会 从中国大陆的 他现在是在 杜布林 在爱尔兰 他应该是一个画家 我们圣言会的一个艺术家 他画了 2020年 耶稣进城 荣进耶路撒冷 但是他说画的是一个大城市 有大楼 大马路 非常的大 但是人都不在 就看到从这个大楼上面 有人就从窗户就看 看下去 那边大楼一看下去 耶稣一个人走在大街当中 没有人呼喊 要唱歌欢迎他 他没有坐在驴子上面 但是他带着驴子 在驴子上面的是什么 是药物 是药物 耶稣带着药物 进城 这个城市 好像死的城市 没有什么人 非常的安静 空空的 所以前面 这个是表达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状况 因为这个病毒 一切好像是死了 一切好像是空了 没有什么生命 当时耶稣就走到我们这个 好像死亡的城市里面 before and after 耶稣进城之前 和他进城的时候 都是死了 他带着药物 要治疗 我们这个死亡的城市 我们的希望 耶稣走过了我们的城市之后 after Jesu is walking our streets 希望 我们就有新的生命 这个就是说 耶稣复活 要带给我们 新的生命 新的希望 我们的生命 法 瞄 感觉 起传 小 一 我想 一 诙 诙 诙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劳苦的果实 卖面柄呈献给祢 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在你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劳苦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祢 是成为我们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请大家祈祷 望全人的天主 圣父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王上主持统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依族 仁慈的天主 我们为所有 因灵习而荣获再生的人 感谢祢 并献上礼品 求祢悦纳 并及时从天上 给我们降下祢的恩用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主心向上 我们前行为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上主 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使人得救 我们的愉悦节 所以高养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 因为基督正是消除 失罪的高养 他已生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 并已复活 回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普世万民 养育着复活的喜乐 踊跃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 我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伟大的节日 你已告知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圣学 他甘愿时生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教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教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很众人情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祈念我 心的地奥祢 心的地奥祭 我们期待祢光荣的来与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祢奉献生命之粮 结文之碑 感谢祢使我们得在祢台前侍奉祢 我们恳求祢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学 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祢吹念普世的教会 使祢的词明却同我们教宗凡几个 我们的宗主教若汉与所有主教 以及圈体圣灾人员都在爱德中日去晚餐 求祢也吹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阿拉西的兄弟姐妹 并求祢吹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相见祢光辉的圣容 求祢全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圣洛舍 主圣中途 以及祢所欺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祢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祢 显扬祢 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清和荣耀 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都归于祢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集君从旧旧的训事又承受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进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救我们愿与凶恶 上主 求祢从一切在活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祢大发慈悲 华由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控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如是全位 一切荣耀总归于祢 主耶稣基督你整对种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祢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祢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祢的生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祢是天主永生永往 愿主的平安藏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呼住平安 平安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祢垂怜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祢垂怜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祢垂怜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出免失罪者 往召来付圣愿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心灵同时进来 只要你输入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选欲 灵主永 得救的民族 请你们宣扬上主的荣誉 还有平安宗教教你们 进入祂奇妙的光明中 阿里路亚 基督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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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 体 基督圣体 基督圣体 靖 基督圣体 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 使这份十九恩的至深圣事 带给我们今世生命的祝佑 和来世永恒的福乐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这样父你们 Amen Misali zang Alelujah Alelujah Amen Misali zang Misali zang Misali zang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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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ali 经营